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下属的应对朝核危机特别委员会近日通过的一份报告 竟然主动邀请美国在济州岛部署核武器 该报告的极度荒唐引起韩国各界的猛烈批评 根据韩国东亚日报下属的A频道电视台26日独家报道 应对朝核危机特别委员会当天通过最终报告 包括积极利用济州岛进行核武装的内容 即如果朝核危机临近韩国政府应以济州岛为据点前进部署战术核武器 报告称如果美国核武器进驻韩国 从距离因素考虑部署到济州岛最为合适 因此在建设济州第二机场时应该考虑美国战略轰炸机能否降落的问题 该报告中还包括在济州岛建设临时储存美国核武器的方案 应对朝核危机特别委员会委员长韩启号称 如果在济州岛建设新机场应该具备战时能应对朝鲜核武器的大型飞机起降功能 应对朝核危机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还表示 韩国现在应对朝鲜导弹威胁主要以军事基地为中心 未来应该向守护国民方向转变 该报告主张韩军现在的三轴体系 应该加上网络战构成四轴体系 同时在国家安保室新设立第三次长 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泰勇号称 现在到了考虑诸如美国战术核武器前进部署等 能保障韩国人生命和安全措施的时候了 据悉该报告将向韩国政府和有关机构提交 该消息透露后引起韩国各界的猛烈批评 几州岛地方政府和在野党对此提出强烈反对 韩国KBS电视台28日称 针对韩国执政党所属委员会建议将几州岛打造成美国核武库 几州岛支持吴连勋立即召开记者会进行反驳 表示该委员会还提议将韩国新创建的战略司令部 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团 隐形战机飞行团和导弹司令部都设在几州岛 实际上是想把几州岛打造成军事岛 吴连勋强调 反对讨论在几州岛部署战术和武器 要求立即废除该报告 同时不应该把几州建设第二机场与军事挂钩 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几州分支机构也发表声明 强调几州是和平之岛 反对将几州岛打造成和对抗之岛 尽管国民力量党应对朝核危机特别委员会急忙辩解称 相关言论只是会议中所提出的个人意见 提及几州岛战术和武器部署内容的文件并不是最终报告 但韩国MBC电视台表示 由此引发的争议并不会因执政党方面的这些回应而轻易平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